木星的表面到底有多可怕 在太阳系内有八颗行星 其中最大的是木星 是一颗气态巨星 它的主要成分为氢和氦 少量含有甲烷 水蒸气和氨气等物质 木星的体积和质量都非常巨大 质量约为其他七大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 相较于地球 木星的体积是地球的1320倍 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如果能够站在木星的表面 会发现到处都是稠密活跃的云系 就像波浪一样在不停地翻腾着 由于受到自转速度的影响 木星的最大风速可达130至150米每秒 导致云层不断翻腾 形成超级闪电和雷暴 同时还不断形成可怕的风暴 木星上最大的风暴气旋被称为大红斑 其长度约为2.5万千米 跨度约1.2万千米 每6天可以逆时针旋转一圈 早在1665年 英国天文学家罗伯特·虎克就发现了它的存在 至少已经存在了350多年 然而 以往的观测显示 大红斑正在逐渐缩小 最大时估计可以容纳三个地球 但现在已经比以前小了 大约只能容纳1.5个地球 木星的表面环境极其恶劣 不适合人类居住 由于气态巨星的表面没有固体 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地面可以占领 此外 木星的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辐射 这对人类身体会产生严重的伤害 因此 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类探测器能够成功地降落在 木星表面进行探索 尽管木星的表面环境极其恶劣 但它对于太阳系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木星的观测和研究 科学家们可以深入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 以及其他行星形成的过程 此外 木星的大气层中还存在着许多有趣的现象和特征 这些也是天文学家们长期研究的对象 关注我 每天分享未解之谜 神秘事件 宇宙探索 太空探秘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